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今天刚来的时候我就跟主办单位讲说 怎么办有80张PPT 本来85张我已经现场又删掉5张了 怎么办 还有我们的信众教育院监院马上告诉我 法师没有关系就照你的速度讲 因为我觉得很难得 所以就看我怎么讲了 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 就是今年会出来讲这门课 那我想首先第一件事 这个是弟子对师父的一个承诺 那因为每个弟子 都有他缅怀自己师父的方式 那今年是创办人圣言师父舍报的第十周年 那其实前几年前我就告诉我自己 那这十周年 师父舍报的第十周年 圣团一定会办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也是缅怀的方式 那以我自己个人的话 这个我要用什么方式来报这个恩 后来我就想到 因为创办人圣言师父在晚年的时候 他其实一直很想推这一本书 所以在几年前我就告诉我自己 在圣言师父第十周年的时候 我希望我能够出来讲这堂课 所以今年不管到哪里 其实都是讲教官刚中 不管到哪里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弟子跟师父的一个 一个缅怀师父的方式 也是报恩的一个方式之一 那为什么会讲这堂课 其实跟我们现任的方丈而上 有一点关系 就是好多大概七八年前 现任的方丈而上 有一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他就说 国开法师啊 你们水路法会小组啊 是不是应该把教官刚中这本书 当成是你们推广的主要重点 我那时候心里动了一个念头 我们是办法会的 你叫我们去推这一本书 他说你整个水路法会都在讲 都是天台的东西嘛 因为水路法会现任的仪轨是 智盘大师编的 智盘大师 那智盘大师就是写佛祖统计 那佛祖统计 其实这一本 这个其实有一点是 就是他在讲天台中的九祖 还有历代的高僧 里面有做了一些记录 他说你是不是应该 你们水路小组 是不是应该要来推这本书啊 我心里动了一个念头 说啊你不知道这本书叫天书吗 我们怎么可能 因为师父当时候在02年03年 这本书写完的时候 他有为弟子们 还有为当时候的一些菩萨们 讲这本书 我在现场是完全听不懂 我不瞒你们 所以这本书是离我远远的 但是因为方丈而上 他那时候的讲法 就开始让我想到说 那既然是师父想要推的这一本书 那我们可能 就是师父有这个愿嘛 那师父说过 他来不及做的事 不是来不及 他就点一个头 后面的地址就要跟上来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开始读 这一本教官刚中 说真的真的很不好读 尤其是没有人讲 现在你们比较幸福的一点 就是我觉得讲的人是已经有了 所以你们可以 马上有一个大的架构 就是大概就可以知道了 那我觉得更欢喜的一点 就是说 而且也是有一点 我在美国的时候 就发现到 陈英善老师讲我的前面 我真的是 在美国是捏了一把冷汗 我觉得因为陈英善老师 是我的老师 然后当然我的老师 马上上课我一定 虽然没有在现场 我是乖乖地坐在电脑前面 就是听他上课 边听我边捏一把冷汗 后来我怎么样 安慰我自己 我就说 我们从教室里面看到 以前古德是这样 老师是讲白天 学生是讲晚上 学生那个讲叫做复讲 就是把老师 白天讲的 那可能就是学生 就是下来就是怎么样 再复讲一次 那后来我想一想 我就用这种方式来 来安慰我自己 我觉得说 哎呀 你们知道吗 法谷讲堂给我们挑 是我们挑题目 不是他们挑题目给我们的 你们知道吗 那怎么会这么巧 我跟陈寅上老师讲的 挑的题目居然是一样 我不晓得陈老师是不是 那当然天台学 我觉得本来就是 陈寅上老师的拿手 他的主要的专场 就在这个地方 那我呢 以前师傅 师傅讲我 师傅就说 国凯啊 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承担力 但是 后面那句话 我这里讲的 实力不够 所以我在这边 只能够说 请三宝加持 请老师加持 然后请大众师加持 如果大家听了觉得说 好像还可以了解的 那是你的善根显发 然后大众师的加持 如果你听不懂 你不用太难过 为什么 就是我讲不好 就是这样 那我之所以 会想要出来讲 教官刚中 当然是这些原因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 临门一角的原因 就是真的让我赶赞出来讲 就是我有一个团队 教官刚中的读书会的团队 那这个团队 我觉得帮忙我很多 因为他们说真的是 陪着我读这本书 然后不只是陪着 我读这本书 而且是 我们在读书会的一个过程 其实现场有人懂 有人不懂 有不懂的人 我们怎么样讲到 让他懂 甚至你提出来的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在法上面的辩论 越辨越明的状况 就让我更有信心 出来讲这一个 就是教官刚中 那教官刚中 其实从去年 开始在安和讲一直到 这一次的法国讲堂 是第四次 是第四次讲了 但是我刚刚才在 跟法师们讲说 其实之前讲 教官刚中 至少都要24个小时 才有办法讲完 我们这一次是只有14个小时 那就是在看到底要怎么讲 24个小时 算是已经都很浓缩了 可是就是说 这次变成14个小时 我们就边走边看 因为法师已经告诉我说 讲不完没关系 我们就下次 再把后面的再讲完 所以我就会比较放心一点 因为我不太想 跳跳跳跳跳 这样子讲 那我想 这个就是这一堂课的元气 我也是跟大家做一点报告 报告为什么会有这一堂课 然后我们整个读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刚刚有讲了 我不只是有一个 这个教官刚中的读书会 其实我还有一个 我觉得非常感恩的一个 另外一个老师 不是陈寅散老师 另外一个老师 我都称他为老师 当我就是发现到 我哪里其实弄得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基本上跟这个老师稍微谈一下 对话一下 我觉得他几句话总是能够 就让我怎么样 波云见日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是非常的感恩 所以在进入这个 因为再下来进入教官刚中的时候 就没有因缘讲这些了 所以我们先前面的短短的时间 先把这个元气 还有我非常感恩 我可以出来讲 要感恩的人太多了 稍微就是提点一下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教官刚中 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要学教官刚中 其实我是真的觉得 每一个人都要学教官刚中 我自己学完教官刚中之后 我在看所有的经教 就是我那个观念 就会真的是比较不一样 那因为一开始我们学东西 其实都是点 我们修学佛法 说真的真的是靠善根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一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 其实他不知道 就是听到什么学什么 人家跟你讲什么 你学什么 所以通常都是像现在画面上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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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点 那这个点当越点越多的时候 其实你的点如果够多 它会自然成一条线 一个面 所以当它成一条线 一条面的时候 你反而不会有问题 可是因为你的点 我们一辈子的时间 说真的是不够长的 你们知道吗 而且我们一辈子的时间 不要讲你们 就讲我们 我们是专业的 我们是专业的 我们说我们要把佛陀 说的法 借由这样点点点 然后从一个点 一点一点点点点 到后来变一条线 变一个面 说真的也不太容易 以我们出家中来讲 也不太容易 说除非你都不用做事情 你就是每天 要嘛就是去禅堂 要嘛就是读书 要嘛禅堂读书 禅堂读书 这样子你才有可能说 从点变成线 再变成面 绝大部分的人 不太可能 所以以至于 我们在修学佛法的 一个过程里面 学越多 你反而会觉得 有一点越混乱 学越多 你反而会觉得越混乱 怎么一下子 金刚经讲空理相 怎么一下子 这边讲 就是讲告诉你 有一个有 怎么一下子 这个讲这个 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 所以讲越多 就是你读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 除非你只是觉得说 我听到什么 我用什么 但是如果你学越多的时候 通常会走在一个过程 就是你会很想去知道说 整个到底我现在学的东西 在佛陀一代实教里面 到底在哪一个位置 那佛陀的一代实教 其实它到底是怎么编排的 会想要去知道 当你想要去知道的时候 其实 说真的 那你就会碰到 教官刚中 你就会碰到 法华经跟教官刚中 对我来说 教官刚中 根本就是法华经的论 论 论是祖师做的 经是佛陀说的 那论 它就会很有组织的 把这一部经 怎么写 其实怎么样 把它组织得很好 其实 所以我们看论 会比较看得懂 你知道吗 经啊 佛陀因为应激而讲 所以有时候 印这个机 印这个机 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可是论不会 论它那个组织 逻辑架构 就像教官刚中这样 所以对我来说 教官刚中 根本就是法华经的什么 论 那为什么说是法华经 我们等一下 后面再来说 那所以我们越学越多 其实 在我们的时间有限里面 我们比较不可能 点到后来变现变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 去找 就是希望能够碰到 一部论 或是一部经 一下子砸下来 就是一个面 我告诉你们 教官刚中 就是一个面 因为它就是 叛设佛陀 一代使教 你把教官刚中读 稍微有一点概念 你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佛陀 在这个时候是讲有 为什么佛陀 在这个时候是讲空 为什么佛陀在这时候 为什么 为什么佛陀的一代使教 来到这个地方 他讲中观 或是他讲为事 他讲如来 这样的这些经典 到底是什么原因 而且它是有一个脉络的 所以教官刚中 自己读会读得很辛苦 我必须真实讲 其实我读了很多个版本 然后读读停停 读读停停 要不是后来真的有 一个团队 这样子读书会 就这样子 咬着牙 真的是把它给读过了 否则真的 就是自己要 把教官刚中给读起来 我觉得 我觉得那要很有毅力 真的要很有毅力 所以教官刚中 就是一个面 所以当我们读完 对教官刚中 有一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说 佛陀出世的目的 还有我们 我们修行 修行我们应该是怎么修 因为他教官 教官就是讲佛陀的言教 藉由言教里面 有佛陀的修行的方法 也就是说 其实志者大 不管志者大师 还是偶义大师 他就是把这个铺陈的 铺陈的很好 所以在佛陀的一代使教里面 你现在用的方法 你就会知道说 他是在属于哪一个位置 哪一个位置 就像 其实声团第一个讲 教官刚中的不是我 是国性法师 他在美国的时候 我有去听他讲 教官刚中 他讲完之后 我就说 法师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他真的讲得很好 我说 但是你这样讲 信众听得懂吗 他真的是讲得不错 而且他很有内容 我说骨头没有架起来 因为你讲肉 他们有骨头概念的人 就会知道 你现在讲的这块肉 是脸上的肉 你现在讲的这块肉 是手掌的肉 你现在讲的这块肉 是屁股的肉 你知道每一个肉的功能 不一样 所以教官刚中 他会先帮我们 就是希望 就先帮我们 把这个骨头给 佛陀的一代使教的 这个骨头怎么样 架构起来 那这个架构起来了之后 再怎么样 我们再来看 你哪一块肉 还没填上去 你现在到底是填了 哪几块 我们先把这个 最主要的一个骨干 这个身体的骨架构 整个把它架构起来 那你就像我 教官刚中读完之后 我就会清楚知道说 原来在佛陀的 一代使教里面 我缺哪一块 所以那个就是怎么样 要赶快回去补那一块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学教官刚中 最主要的原因 我想就在这个地方 那创办人圣言师傅 他就说 研读教官刚中 不仅能够认识 天台学的理论和方法 而且对佛陀一生的说法 佛陀一生说法的 组织体系 跟实践步骤 你看哦 组织体系 跟实践步骤 能够有更全面性的了解 所以你看哦 教官刚中 第一句话就是讲 佛主之要 佛是指十方诸佛 主是指我们中国的 历代祖师 留下来给我们的核心中的核心 金要之中的金要 就是两个字 一个教 一个官 教官而已 那这个教 其实指的就是 佛陀的言教 就是义理的指导 官 就是从佛陀的言教里面 他会有所谓的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 其实是不离开常官的 就是常官的修正 所以你看哦 研读教官刚中 你就比较不会偏哪一边 偏教或者是偏官 偏教跟偏官 你看他后面就告诉我们 官非教不正 就解行了 你空有拼命的用功 可是这个观念之见都没有 你这个用功是危险的 那你只是 我们说学佛学佛吧 你学佛到后来变佛学 那你不用学了 佛学的原因 重点是为了要学佛 佛学是知识 学佛是知见 跟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佛陀出示说法 不就是为了要怎么样 他说法让我们能够用 我们能够用 我们的生命就会跟怎么样 跟法是结合在一起 所以 承门人圣言师傅 他就也这么讲 他说今后的世界 其实是具有包容性 消融性的汉传佛教为主流 那汉传佛教的宝藏 你看 师傅讲 近在天台学 所以我觉得我们下半年全部讲天台 也蛮不错的啦 也蛮不错的 那天台学最具影响力的著作 就是明末偶艺秩序 所作的教官岗中 就是我们这次要来讲的 这个 所以这一本书 今天不管 你有没有 你一定要去请一本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一个教科书 教科书是以这一个 那这个 那这一本天台新药 师傅把它 其实最主要是在讲教官岗中 可是师傅取名为天台新药 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 就可以发现到 它大概分为 我把它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 这是我从法国全集里面抓出来 第一个是师傅自己写的序 不管是修正版的序 还是秩序 师傅自己说 他为什么 为什么要弘扬这一本书 这是师傅晚年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弘扬这本书 其实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 那甚至师傅这个序里面 他就把他为什么要弘扬这一本书 还有来龙去脉 其实师傅讲得很清楚 那因为这等一下是我们课程的内容 就不讲 那第二个单元是序论 那从序论里面 序论其实就是在铺陈 序论其实最主要的序论 最主要就是在帮助读者 其实怎么样 就是未来 就后面最主要的部分 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师傅稍微把这个背景 稍微讲清楚 其实从这六章里面 六个单元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师傅自学的功力 师傅自学的功力 我从这六个单元来讲 那序论其实就是 师傅就是帮我们了解了一下 这个教官纲中最主要要讲的内容 那他的背景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龙去脉 所以我们回家的功课 我有给你们订回家功课 这一次 那接下来是什么 就是最主要 教官纲中要讲的内容 最主要是在讲五十八教 那这个五十八教 这个就是如果以 一部经来讲 续分 正中分 流通分 这个地方就是正中分了 这个最主要 教官纲中最主要就是在讲 五十八教这件事 然后师傅这本书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单元 就是他的附录 其实他的附录非常的重要 一个是教官纲中的原文 这位菩萨们啊 法师菩萨们啊 你不读原文 你不可能懂教官纲中 这边我必须要先告诉你们 我以前读教官纲中最大的失败 虽然这样读 我一直没有办法串起来的原因 后来我稍微检讨了一下 原来是我没有读原文 所以一直从去年开始 我就开始要所有的上课的学员 你一定要读原文 你不读原文是不可能懂教官纲中的 他的原文像陈一善老师 讲到最后的时候 也是提醒大家 就要来读 大家要来上这个教官纲中的课程 最好去把那六千多个字的原文 他说背起来 我是不敢奢望了 但是你要把它读得滚瓜乱手 因为你把它读得滚瓜乱手之后 你对佛陀的一代使教 你就会越来越清楚 而且因为我们的课程 虽然讲藏通别远 讲通教会藏通一起讲 讲别教会藏通别一起讲 讲原教会藏通别远一起讲 所以他会一直回溯到前面 你必须要这样子 所以你不读原文 你会听得很吃力 但是你们不用紧张 因为你们的功课 我每天是给你们设定 每天的功课 所以你只要每天跟着走 这样就OK了 那师父这个附录 我觉得第一个是原文 师父弄得我觉得非常的好 那第二个 因为他帮我们分段分得很好 那第二个就是图表 图表 你一定要对着图表看 像我们在进入试教的时候 其实师父有一个图表 就这样的烙进在我们的脑袋里 那试教的图表 你对那个图表 你时常看 时常看 会进来 然后另外我们进入 在到藏教 藏教的时候 我还会给大家另外一个图表 那个图表就是我们团队的 一个果能菩萨做的 他把试教的比对 那个比对真的比对得很好 像我一开始读这个教官刚中的时候 他做的那一个图表 我一定随身携带 一定随身携带 这个资料讲义 我们都会挂在网路上 请大家放心 那事实上 他这个附录 还有一个东西没写上去 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 就是索引 那个索引 那个索引 大家要好好的用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 师父这个索引做得很好 比方说 哎呦 那个一念三千 哎到底一念三千 到底在哪一段里面 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翻书啊 你赶快去索引啊 一一念三千 五十八教 师父索引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索引大家要怎么样 就是要好好的运用 那这次 这我们的课程 其实就是五十 那这五十是哪五十 华言时 阿涵时 方等时 波罗时 法华 涅槃时 这个是 为什么先讲五十 其实怎么样 佛陀说法没有说 一定哪时候讲什么 可是基本上 他还是有一个顺序 他还是有一个顺序 这个我们会讲 所以他先把 实现的次序稍微弄清楚 再来弄 再来澄清他的根气 什么叫做根气 因为从 华言时里面 有人看到佛陀 是怎么样 坐在那边享受习境 有人看到佛陀 已经在说法了 所以从这边 我们就可以知道 众生的根气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五十 他衍生出什么 八教 那这个八教 这边都听听就好了 这个八教 一开始 他先从根气开始 根气 其实他讲 顿 剑 秘密不定 那根气 说真的 他还不是一个重点 你上根好 可是你不好好的用功 一样没有用 所以怎么样 而且你用功 要用什么方法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从画仪式教 又衍生出画法式教 那这个画法式教 就是内容 内容 所以他内容 有所谓的 障通别源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 孔夫子 孔夫子讲的 其实教育 是要因财施教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财 指的就是根气 众生的根气 它是从话语 就顿见 秘密不定 这个教法 指的就是 障通别源施教 是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一起的一个课程 一起的课程 那这张图表 其实是我们的 许人寿老师 许人寿老师 有一次我听他在讲 我觉得 哎呀太棒了 他用因财 施教这四个字 所以我就把它对到 因财施教这四个字 我们看得更清楚 那事实上 在这边我就直接先讲 禅宗 禅宗不立文字 怎么样 言语道断 所以禅宗是直接从 画以下手 直接从根气下走 可是除了禅宗之外 其他的宗教 全部都是从 画法式教 也就是说 你要先知道经教 那事实上 禅宗的这些祖师 大家不要会错意 大家以为 原来他们跟着一位祖师 开悟的就这样开悟 不立文字 言语道断 其实讲不立文字 言语道断的这一些人 他的禅宗基础 都是非常深厚的 都是非常扎实的 所以不能够 尤其是我们是一个 禅宗的子弟 等一下后面师父也会讲 师父也会讲说 其实这是不能偏颇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的 课程的内容 因为我们有 两个月 所以我大概把师父的 这一本书 大概分为这样子来分 我们十月有四次 我们先从师父的序论 开始讲 今天就是要讲序论 再从五十八教 那什么叫做五十八教 我们刚刚有讲 稍微把五十八教 做一个概说 甚至到他的画仪式教 我们五十八教 跟画仪式教 一次就要把它讲完 之后进入藏通别远之前 必须要先讲一个 四教总说 为什么 因为我很怕你们 听了藏教之后就回去了 之后就不读了 这样子换我 害你们走错路了 不行 所以 其实佛陀说法 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都是对字说 对字说 都是随他意 不是随自意 但是 如果你只听到 谁 他意 就不听了 哎呀 那你就真是冤枉冤大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一开始讲 进入释教之前 一定要先做一个总说 你必须要先对释教 有一个了解之后 藏通别远 释教到底在学什么 你有一个概念之后 再回过头来去怎么样 学这个藏通别远 再去学这个释教 那佛陀一生的说法 释者大师就把他判在这四个字里面 藏通别远 这样子 那事实上 七堂课是不够的 你们知道吗 刚刚 信仲教医院的监院来告诉我 说法师 七堂课哪够啊 事实上 至少要八堂课 因为还有一个释教的用 这个释教的用 就表示是释教的比对 你借由释教的比对 释教的用 你才可以知道说 原来我 我时常这样的念头 原来这个念头是 是跑在哪一教啊 原来佛陀告诉我们的博士这样 所以你才有办法去检合 回过头来检合 因为你那一比对 你就可以马上看到你自己 你时常 你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念头 我不晓得有没有把 其实当时候师傅写这部 教官刚中 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 最主要的目的 师傅是要写一个 很通俗 然后让大家能够实用 这是师傅的目的 但是我觉得师傅写的时候 真的是也太深了 要通俗 所以师傅只好说 那就看后面到底有谁 接上来再来讲 那我是希望 因为这是师傅的希望 所以我们的课程 一定要再把用放进去 因为他当时候写这本书 他自己在他的序里面 他就讲得很清楚 因为天台中 这个教义是这么的重要 可是就是要拿来 能够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的 师傅觉得说 应该大家还可以再更努力 往这个方向 那我们这次课程的用书 是这一本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去请购 请购一本 虽然我觉得不太便宜 对我来说 可是我觉得是值得请购 那我们的另外的两个参稿书 是因为师傅的教官刚中 就是以静修法师 静修法师中间这一个 静修法师的这个为底本来写的 所以如果有因缘 我觉得你们要 这本书要有 那天台中刚要 是我们进入世教之后 我们的教科书 就会以这本书为主 变成师傅的天台信要为辅 这个地方有一点慢慢转移过来 所以这一本书 其实如果有可能 因为这两本都是佛陀教育基金会的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大家真的想要好好的了解 这两本书还是去请 还是去把它请下来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团队编的 滚能菩萨编的 他编的就是我们当时候 我在安和讲的时候 他依据我们的团队的报告 然后他整个重新修过 他变了一个所谓的 教官网中的演习讲义 然后今天其实我才跟他确认过 这次我们要把他的电子档挂上去 你们真的是有福报的一群 因为他就是 我觉得你听了之后回去读 然后再依据他的 那个讲义其实说真的是 整理得非常好 那个其实不用让你们又花很多时间 好像去绕一圈 就有这几本书 我觉得 然后再跟着我们每天的功课 每天的功课来做的话 我想 这两个阅读下来 应该会有一点概念的 OK 好 那到这里还可以吗 那我必须要先给大家打一个 打一个预防针 我们说 今天如果你在一个 比方说今天办法会 那办法会 你在一个空间里面 这个香 你在里面两个小时之后 你会发现到 我们的身体就都会有那个香味 这个就叫做 熏悉 熏悉 那佛法 其实是这样 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 其实是要透过 熏悉的 就是我们借由 听闻 你不要去管 你到底听得懂 听不懂 可是你一次一次的听 这个教法 就会一次一次的 渗透去 熏染到你的内心里面 那你如果连这个 听闻的基础 都没有的话 这个法就很难熏进去 然后跟你的什么 生命做结合 所以 这个熏悉 闻熏悉 是非常的重要 那在熏的过程 你先不要去管 你懂不懂 这件事你先不要太在意 那我们时常这么说 种子 是本具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种子 什么种子 菩提种子 佛性的种子 对不对 那我们只要让这个雨水怎么样 一次一次的下下来 这个雨水跟这个种子 它自然会去行作用 你不用怎么样 太急迫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保持一颗 耗药 很欢喜 然后这个泥土放松一点 你不要太紧 不要过头了 不要太紧 你就放松一点 它雨水 这个雨水指的就是你的熏悉 闻熏悉 一次一次一次的下来 不管你在读这一本书 还是在听课 来回的听 还是 就是 就是读其他的资料 你让雨水慢慢的下来 因为种子本具 可是种子 要能够怎么样 开花结果 它必须要一次一次的熏 一次一次的熏 所以 但是要这样一次一次的熏 你必须要训练你自己 有一点点的耐心 你必须要一点耐力 耐心 所以读这本书 其实也在考验你的耐力 耐力 修行是这样 你没有那个耐力 我们学教官刚中 就会很清楚知道 修行是跑马拉松 跑马拉松的一种方式 不是跑白米 那既然是跑马拉松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什么 方向 你不要跑错了 马拉松最重要的是方向 你的方向确定了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读教官刚中 因为他会先让我们确定一个方向 原来佛陀出示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方向我们要先确定 然后再拉回来看我现在的因缘 我现在的因缘 我身体很好 就有一双很好的布鞋 我就跑啊 那我现在身体如果不怎么行 我只能用走的 我就用走的 那如果说我现在不想跑了 我就先坐下来休息一下 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在这个方向 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你要有点耐力 因为这是一个马拉松赛 这不是跑白米 所以这个毅力最主要在训练我们的耐心 所以在这边就想要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大家一起发愿 因为这是师父对我们的期许 就是说 今年是师父舍报十周年 就让我们一起发愿 怎么样 这是我缅怀师父的一个方式 也希望大家有一个你跟师父的约定 这是我跟师父的约定 弟子跟师父的约定 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读懂它 所以加油 加油加油 OK 好 那我们再下来就要进入到 我们的序论 那我们从这个序论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把师父的秩序跟序论 这两个单元 今天要把它讲完 那这两个单元 序论里面 师父又有六个单元 所以总共有八个单元 那在这八个单元里面 我想要用三个人 三个字 三本书来介绍 那这八个单元 修正版秩序 秩序 还有序论的六个单元 我想要用这三个人 这三个大祖师 一个叫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判教 他既然判 智者大师判 他判了五十八教 而且五十八教判的是这么的 这么的圆满 这么的好 那为什么过了一千年之后 偶艺大师又要再重塑一次 偶艺大师重塑了一个 教官纲中 其实这个教官 就是从五十八教里面来的 就是他为什么还要再讲一次 教官纲中 那既然偶艺大师 已经讲了教官纲中了 为什么创办人 圣言师父在将近过了五百年之后 他还要重塑一次 所谓的天台信要 这一定有原因的 是什么原因让这三位祖师 在不同的时空 不同的时间点里面 出来做这一件事 那我想 首先我们从智者大师开始讲 那我们说佛陀 在菩提树下成佛 他悟到的就是一个元起法 悟到一个元起法 那悟到的元起法 我们说佛陀 他这个行为叫做从禅出教 我们说佛陀是一个抉择 那这个抉择他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把他从禅怎么样 出教 就是在亨额两岸说法开始突众生 那我们听到佛法的人 依据佛的教法来走的 这个叫做戒教物宗 那佛陀在印度 就是成佛之后 其实他并没有马上入涅槃 我们刚刚说过 他在亨额两岸怎么样 说法度众生 就从成佛之后一直到涅槃 大概45年的时间 所以印度佛教 在佛陀时代 我们称为根本佛教 就佛陀在的时候 那佛陀入灭大概一两百年 我们称为原始佛教 后来从原始佛教里面 因为对戒律的解释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开始分布派 有所谓的上座部 有所谓的大众部 再从大众部里 衍生出所谓的大圣佛教 初级大圣佛教 大圣佛教 那大圣佛教的兴起的时候 又有所谓的余切派 跟中观学派 中观学派先 中观学派余切派 然后最后怎么样 秘密佛教 秘密佛教兴起来之后 佛法在印度就灭了 后来就是被回教怎么样 打进来之后 怎么样 佛教在印度就灭了 那佛教在印度还没灭的时候 其实这些高僧们就大概 开始把这样子的一个教法 开始往我们 那时候叫做震旦 那时候叫震旦 往我们东土怎么样 因为印度 印度在我们震旦的西方 所以我们对他来讲是东方 所以就开始往我们震旦 这个地方来传来 所以我们稍微 从我们中国来看 我们就可以知道佛陀大概是 大概是出生在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 那时候一样 春秋战国也是百家怎么样 对啊 那时候你看我们看佛陀时代也是 其实我当时候为了讲教官 刚中 前面先是先铺成 遇见高僧 遇见自己 遇见高僧 因为遇见高僧 为什么要先讲高僧 因为借由高僧讲教使 借由高僧讲教理 每一个高僧 不是平白无故变成高僧的 因为他都因为当时候的状况 所以当时候的状况叫教使 然后他因为什么样子的一个原则理念 那个叫做教理 所以就是把这个高僧也稍微 做一点了解之后 其实再来看这个教官刚中 又会更清楚 那佛陀大概是在 就是在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 其实出生 就是那个年代 他是那个年代的人 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资料 那佛法传到我们正代来 我们现在历史上看到的文字资料 大概是东汉永平十年 可是这时候传进来的经典 不是像印度佛教这样 来先根本佛教的经典进来 再来原始佛教的经典 再来怎么样 布派佛教的经典 不是他一传进来是怎么样 大小圣的经典 同时怎么样传进来 所以你想想看 其实大家如果稍微想一下 现在大家读的经典 已经觉得很混乱了 更何况那个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叛教 你看一下子这么多的经典传进来 那一下子这边讲有 一下子这边讲空 一下子这边讲什么 一下子这边讲什么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 那时候的人 其实修学佛法是很辛苦的 所以一直到东晋的时候 举摩罗斯进来 举摩罗斯进来 又把整个中观学派怎么样 带进来 中观学派带进来之后怎么样 一直到 举摩罗斯进来之后 就是东晋之后 原始佛教才又进来 所以你看他进来的顺序 他没有照顺序进来 他不可能照顺序进来 因为他进来是怎么进来 就是看这个祖师 这个印度的这个高僧 进来他会背什么经典 他就进来背什么经典 翻译成什么经典 他们没有说先规定好 来根本佛教的先进去 没有没有 就是看当时候谁 而且你们知道 当时候没有飞机 从西域来到我们 印度来到我们中国 是靠两只脚走过来的 所以那个都是 真的是为法望去 只是为了把这个什么佛法 从印度传到中国来 因为这些祖师们大概知道 佛法在印度怎么样 快灭了 所以他们怎么样 一个一个的怎么样 往我们 所以我们来看整个 整个佛教的历史 你缺了汉传佛教这一块 我告诉你 整个佛教就不精彩了 因为佛教起源在印度 可是它真的发扬光大 是在我们汉传佛教 所以为什么师父一直讲 汉传佛教是非常的有希望的 只不过因为我们 说真的因为 它的组织比较 体系比较庞大一点 一般的人不太容易 直接这样子下手 所以以至于就会变得说 比较少人去读 所以就变成 对汉传佛教的 这些祖师们的智慧 就是没有人去碰他 就会觉得说 他好像是不行 其实不是的 那一直到所谓的 南北朝时代的时候 于切行拜才又进来 那一直到 我们的易经 来到宋朝 就全部都结束了 易经来到宋朝 那来到唐朝的时候 是玄壮大师 玄壮大师叫做新义 所以这时候经典 大概就是差不多 全部都进来了 那我们的智者大师 其实他就是在 沉水时代这时候的人 所以他看到的经典 也算是比较完整 完整了 所以他才有办法 判这个教 那我们说 我们为什么要判教 我们就先从 就是我们说我们修行 最主要是要涅槃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光涅槃这两个字 你们可知道 它有多少个解释 第一个 灭除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全部都没有了 这个叫涅槃 对 你一定会看到这样的内容 那也有讲说 生死本来就空 本来就无苦 所以这个叫做涅槃 那你或许也会听到什么 生死是一边 生死面是一边 窘操两边 所以窘出两边 这个叫涅槃 那你或许会 更会时常听到的 生死就是涅槃 涅槃就是生死 生死不可思议 涅槃也不可思议 这叫涅槃 请问一下你怎么修学 就光涅槃这两个字 我们修学佛法 最主要不就是 为了要涅槃吗 那到底什么是涅槃 所以在没有叛教的过程 你一定会觉得 奇怪就光涅槃两个字 为什么有这么多 不同的解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就说佛生好了 我们说佛生 佛生 佛陀跟我们长得一样啊 只不过佛陀 可能比较高一点点 我们说佛生 葬六 是啊 可是你从其他的经典里面 你又看到 佛陀如须弥山 有没有看到 大圣佛教 佛教就是这么讲 甚至你都会听到 佛生怎么样 为成像好 甚至你还可以 就是听到佛生怎么样 等真法界 奇怪就一个佛生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讲法 如果你没有去叛教 你就光这样读 你一定会读的 这个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汉传佛教的地址 祖师们是这么讲 就是反正修行 就是胡成一片 所谓的胡成一片 就是说 经典讲经典的 然后我修我的 可是你们知道吗 经典 其实是修行的一个地图 所以为什么 创办人圣言师父给地址的 地址的一个定课 戒定会 戒其实就是拜禅 定 其实你的心 要时时刻刻 有一个地方所细 念佛 持咒 就是注意呼吸 这个叫修定 那那个会是什么 你一定要有一部经典 你的法门的经典 因为你必须借由你 你这个法门 你这个经典里面 告诉你这个路要怎么走 你走一走碰到什么状况 你的经典里面都有写 所以 那你这部经典 你拿来之后 你还要知道 这部经典 其实是在佛陀 一代实教里面的 哪一个位置 修学佛法 就是要这样 比较清楚一点 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 就是 这个大圣 应该说 这个经典 从印度来到我们 来到我们震旦的时候 其实怎么样 因为当时候 就是面对这么多的 这么多 数量这么多 而且 层次这么多 众多的经典 其实它 一定要有一个 合理的解释 它如果没有一个 合理的解释 其实 大家就会把佛陀 说的话怎么样 拿来比对 我这部经是最好的 我这部经是怎么样 其实同样是佛陀讲的 怎么会有 不同的层次 还有这个高下出入 会有 这个不一样的 所以 其实你们知道吗 古代的 这个佛教的学者们 其实他们都 其实就是传到我们 这个 这个震旦来的 当时候叫震旦的时候 其实 就是稍微有 应该是说 当时候 叛教的人很多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们 因为大家都想要 把它理清楚 找出一个怎么样 就是很清楚的 一个次第来 这样子让大家 修学佛法 才会比较怎么样 清楚 那为什么要叛教 那这个叛教的原因 是这样 其实根本佛教的时候 根本我们刚刚讲 印度时代根本佛教 根本佛教 根本不需要叛教 你们知道为什么 因为佛陀在 修学佛法 全部以佛陀为主 可是佛陀 这个摄身会入灭 他入灭了之后 其实佛陀一生说的法 开始怎么样 有一点点 众多的层次 还有众多的所谓的 大小圣 还有这个圆顿的问题 其实就开始需要叛教 就开始需要叛教 所以可是 从叛教 我们从经典里面就看到了 经典里面 自己本身就有叛教 首先第一个 法华经 如果大家有读法华经 法华经的那个 那个什么 药草玉品 三草二木 那个其实就把众生的根器 判出来了 还有怎么样 柔岩经 柔岩经 对不起 柔岩经 里面它讲 顿鉴 众生的根器有顿鉴 华严经 它里面讲什么 日出 不是 日出怎么样 先造怎么样 高山 然后怎么样 再造幽谷 然后再造大众 那个也是怎么样 一个叛教 涅槃经 陈上老师 之前有讲 判五位 乳若 生疏 手疏 体股 五位 这个都是在叛教 还有解生命经 解生命经在判什么 空有中 空有中 这三十 所以经典本身 自己就有叛教 一直来到论典 论师们 在印度 论师们 其实依据经典 自己也开始在叛教 没有叛教 这个修学佛法 就会感觉是砸成一片 所以一定要判 所以怎么样 首先从龙树大师 龙树大师 在他的大制度论 跟十柱皮薄杀论 他就有判了 在制度论里面 他就判 三丈 魔火眼 显露 秘密 他是这样判 甚至在十柱皮薄杀论 他把整个修行判为 南行道跟异行道 养性就是所谓的什么 异行道 那个南行道 古德说 南行道才是正常道 南行道才是正常道 创办人圣元师傅 因为我连续两年 在这边带佛气 佛气就要讲净土法门 创办人圣元师傅说过 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 修净土法门 要用南行道的方法 来修异行道 这样子怎么样 去到那边才会 品位比较高 不用花那么长的时间 那智光 再来就是戒贤法师 那戒贤法师是谁 是玄壮大师的师父 老师啦 应该算老师 玄壮大师当时候不是从我们中国 去印度的纳烂陀大学吗 戒贤法师就是当时候纳烂陀大学的校长 校长 所以他就是跟他学 遇切施地论 所以遇切施地论就是跟 我们刚刚解生命间不是有讲到吗 空有中三十教 那戒贤法师的弟子 智光 他也判三十教 小圣教 法圣 法相 大圣教 无相 大圣教 这个我们大概知道就好了 那你看 在印度 他们就一直在判教 一直来到我们中国 还是 从我们东晋一直到唐朝 其实我们说智者大师是南北朝那个时候 其实判教最成功的应该是智者大师 到智者大师的时候 那个判教算是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在东晋时代的时候 纪摩罗斯他就判教 而且纪摩罗斯他的弟子 他里面有所谓的四则八弦 十几圣 那个什么 不对 对不对 纪摩罗斯是纪摩罗斯的弟子 纪摩罗斯对我们中国最大的贡献 有好几类 其中一类就是他培养了很多的弟子 非常的优秀的弟子 因为当时候 他易经的地方 后来纪摩罗斯舍报之后 所有的弟子怎么样 回到他的国家 回到他的国家去之后 就把佛法 正性的佛法 全部怎么样 又弘扬出去 所以那时候高声辈出 所以纪摩罗斯的弟子 罗斯 就是道生法师 他也怎么样 叛教 甚至 就是这个 纪摩罗斯的弟子 惠观法师 惠观法师 他判了二十五教 影响了南北朝 一直 甚至就是 智者大师这边 所以那时候 判教有所谓的南三北七 南三北七 那因为南北朝 他是这样 南方重视义力 北方重视 禅凶 惠施禅师跟惠文禅师 就是北方人 智者大师是南方人 南方人 所以他怎么样 当时候南方 南北方都在叛教 甚至当时候 还有很有名的 僧名法师 祭法师 还有光宅式的法云法师 这些叛教都是 判得 反正大家都想要找出 一个脉络出来 对佛陀一生的说法 找出一个组织的体系 脉络出来 一直到智者大师 我们刚刚说过 智者大师看到的经典 已经是比较完整了 所以怎么样 他依据前人的 种种叛教 所以他判出了 所谓的五十八教 其实他判五十八教 大概怎么样 这个判算是 非常的成熟了 但是 甚至智者大师的 同一个年代 还有一个三论中的 吉障法师 吉障法师 一直到唐朝 唐朝 应该是说 法相中的 玄壮大师 他也叛教 那另外一个判的 在历史上判的算是 也算是判得很有名的 就是华言中的 法障法师 他判五十五教十中 那因为 我们说 佛法从印度 传到我们中国来 让本土化的 关键人物 是智者大师 可是 佛法普及化的 关键人物 是六祖慧能大师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法障法师 他判 小史中 顿元 其实跟 这个顿指的 就是我们禅宗 那智者大师跟 智者大师跟 六祖慧能大师 差一百年 他们两个 最好差一百年 一个五三八 一个六三八 一个五三八生 一个六三八生 他们两个 这好差一百年 所以 智者大师当之后 判的时候 禅宗还没兴起 就是六祖慧能还没出生 所以 当 这个华言中的 法障法师 他在判的时候 就把禅宗怎么样 再拉进来 再把禅宗再拉进来 所以 所以我们说 从古至今 其实判教 比较成功的例子 智者大师跟 这个 法障法师 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就是我们 刚刚已经讲 古代 那近代 也有两位大师 判教 一个就是 太序大师 太序大师 他判什么 其实这时候 他们已经不是 判五十八教 或是五教时钟 他们都是什么 大圣 对对对 都讲大圣三系 有没有发现到 那 如果我们讲 藏教 我们就会发现到 为什么把那个 那个藏教或小 拿掉 这是有原因 我们这边可以先讲 因为 藏教是因为 当时候 印度的环境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先讲 教室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当时候 印度人 那个 印度人 你如果看他们 一生分四个阶段 小孩子成长阶段 再来娶老婆 娶老婆 生小孩之后 到哪里 山里面 开始怎么样 去修行 最后 他们是要 引顿的 普洛门的 四个 四个时期 是这样子的 可是来到 我们中国 不是啊 我们中国 是怎么样 修身 齐家 治国 凭天下 你们发现到 那个概念 是完全不一样 那事实上 佛陀出世的本怀 也不是让我们 每一个人 引顿 所以我们说 我们看 佛陀的行为 是很不一样 佛陀时代 为什么佛法 这么兴盛 因为佛陀 成佛之后 他不是跑到 山林里面去 你知道吗 他直接 深入什么样 人间 而且他 一开始 说法的时候 跟他的五比丘讲 我拜托你们 你们绝对不能 两两走在一起 众生太苦了 要去把这个 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佛法 怎么样 去告诉大家 你们千万不能 两两走在一起 当时候 印度 96种外道 都在哪里 都在山里面修行 只有佛陀 开悟了成佛之后 走向人间 佛陀给我们 做了一个 最好的示范 给后面弟子 做了一个 最好的示范 所以他来到 我们中国 太虚大师 近代的太虚大师 我记得我当时候 在讲太虚大师的时候 我就跟学生讲 我在看所有的高生传 只有看到太虚大师 真的是边哭边导资料 边哭边读资料 这位大师 大家有因缘 要去看一下他的传记 真的是 我觉得他真的是 太伟大了 我只能这么说 一辈子做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成功 但是也都成功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年代 都没有成功 隔代遗传 全部都成功 那个年代 那个环境 所以我看到他那一份 为现代的佛教 那种 就是一次 到最后 他的弟子 全部离他而去 其实每次想到这里 我都觉得 有一点 有点难过 那太虚大师 跟应顺长老 应顺长老 其实是 太虚大师的学生 他们两个的叛教 略有一点不一样 虽然讲的都是 大圣三系 因为他们两个 占的本位不一样 一个是站在 中国佛学的本位 一个是站在 印度佛学的本位 一个是站在 中国佛学 以如来账 因为 太虚大师 十六岁出家 十七岁怎么样 开始学教 十八岁进禅党 十九岁他就开悟了 所以你知道吗 修学佛法 很重要 一件事 是你的善根 是你的善根 我们要好好地 去栽培 我们的善根 那你们一定会说 法师什么叫做善根 欧密头经讲 不可吵 善根福德因缘 什么叫做善根 欧密大师的解释 亲因缘 就是你发一颗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 就是我们的善根 亲因缘 菩提心 那你看 太虚大师 他入过 所谓的入过 就是说 因为他开悟了 所以他一生 大悟 二十八岁的时候 大悟 所以他 就是 大悟了之后 出来 就一辈子 一直当他入灭 之后 都是在 为中国佛教 现代化 做努力 但是因为他 他站的位置 太高了 你们知道吗 我们后面的人 跟不上来 所以他是 很 那个悲心又特胜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一生 是非常的 凄凉的 弟子跟不上 有时候 我们师父 以前也是这样讲 我们师父的位置 说真的 也是站得很高 我们这些弟子是 说真的是 跟得很辛苦的 非常非常的辛苦 以前我们师父 师长说 他没有福报 他没有什么福报 他没有弟子的福报 就在 像智者大师 有一个谁 张安灌顶大师 玄奘大师 有一个 窥击大师 你知道吗 师父就师长 觉得 我没有一个 中间没有一个弟子 这只能怪我们 怎么样 我们还要再更努力 那 殷胜长老怎么样 殷胜长老 其实他是站在 印度佛学 回归到印度 印度的 源起信工 所以他们 这两个人的叛教 其实是 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 今天要回到 我们这个叛教 算是在历史上 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 就是源头 就是智者大师 就是他当时 判了58教之后 怎么样 所有的叛教 就全部都是以智者大师为主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来讲 智者大师的 五师 智者大师的判 58教 那这个五师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华言 阿涵 方等 般人 法华 涅槃 师 八教 化仪式教 化法式教 你只要记住 一个是根器 一个是借由 教法 因财 师教 一个讲财 一个讲什么 教 这样就好了 这样子 对这张图 你要有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 你要把它看在 你的脑子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 好一点 好 那我们就 继续 那我们把 从印度 一直来到我们中国 那为什么要叛教 那叛教 最成功的例子 这就有几位 那我就是 智者大师 法上法师 一直到 近代的 太虚大师 跟 应顺长老 那我们 不管他们怎么判 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 这个源头来看 智者大师 到底是怎么判的 所以我们说 从 师父的秩序 一直到序论 其实我们说 我们就是来讲 三个人 三个字 三本书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我们先看 智者大师 那我们说 智者大师 我们刚刚有讲过 把佛法本土化的 关键人物 就是智者大师 就是智者大师 那智者大师 其实他创了 我们中国第一个宗派 叫做天台中 天台中 那天台中的 所有的经教 应该不能讲经教 天台中 所有的这个教义 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有一个关键 就是说基本上 都是智者大师 绝大部分 在这一个 因为智者大师 是一个出家众 所以在他们的 下安居讲的 下安居三个月 三个月90天 讲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大政杖里面 第46册 租中部里面 46册几乎都是在讲 天台中 那天台中的时候 我们在看 就是他里面就有一行字 他就会讲 随天台智者大师说 门人灌顶记 这个灌顶就是张安大师 就是智者大师 当时候的一位高徒 其实天台中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宗派 其实张安大师 是一个关键人物 为什么 因为智者大师 都是闪烁 对 他就是讲闪烁 可是底下有人 帮他做编辑 记录 所以这个张安大师 在历史上的定位 就有一点像 安安 安安尊者 就是到最后阶级 所以 像那个什么 玄壮大师也是 有一个盔机大师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 所以来这边 我们就先有一个概念 那智者大师 自己有没有留下资料 有 他自己写的也有 就是另外 有因缘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讲 法华三昧参宜 这个参宜就是智者大师 自己编的 自己写的 自己编的 那在这个 在这个天 某后子官里面 卷一里面 他就讲了一句话 智者观心论 这个就是智者大师的观心论 云 归命 龙树师 其实也就是中国 不管八大宗派 十大宗派 其实他们都会串回去 那个祖师都是什么 龙树大师 可是这个应该只是一个 形式上面的 形式上面 就是他的那个教法的源流 的确也有是从那边 但某后子官里面 其实智者大师就这么讲 所以燕之 龙树是高祖师也 那什么叫做高祖 就是开山 开山的那一个就是了 那我们说天台中 如果从龙树大师开始算的话 其实智者大师 他的法名叫智乙 那智者大师的师父叫 慧师禅师 慧师禅师的师父是 慧文禅师 那为什么后来 窜到龙树大师 是因为慧文禅师 读到龙树大师的 的大制度论跟中论里面 有一些想法影响了他 那这四位祖师 你们稍微 如果稍微留意一下 就会发现到 我用两种不同的颜色 那我们现在要来介绍一下 这四位祖师 如果我们要对智者大师 为什么这样判 有一个概念的话 这四位祖师 你是一定要知道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 出祖龙树大师 那龙树菩萨 在他的大制论 就是以慧文禅师 二组慧文禅师看到 他就看到大制度论里面 写了一个所谓的三制 在一心中得 那这个三制 所谓的三制 就是说 一心中得一切制 道种制 一切种制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都有一切制 都包含了一切制 道种制 一切种制 而且这三制 可以断所有的烦恼 那一切种制 如果大家 有稍微有一点概念的话 就是我们在读法华经 时常会读到一切种制 一切种制 那什么叫做一切制 大概有一个概念就好 一切制就是所谓的平等的智慧 道种制 就是讲差别制 一切种制 就是让你知道 平等就是差别 其实如果稍微 大家留意一下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 空甲中已经出来 只是他这里没有写 那二组慧文禅师 因为他读了 大制度论 刚刚讲 三制在一心中得 甚至他又读了 龙树大师的中论里面的 观世地品里面讲 众因缘生法 我说即是空 义为是甲名 义是中道义 所以他从这个地方 又开出了所谓的 空甲中三观出来 所以原本把龙树大师 只是一个概念型的 一切制 道种制 一切种制 藉由空甲中三地 怎么样可以完成 然后再搭配上 我们说 刚刚慧文禅师 他是看到三制 实在 一心中得 在搭配上一心的时候 一心怎么样 得这三制 所以极空 极甲 极中 有没有发现到 一心三观出现 这个就是 其实陈英尚老师 在帮我们铺陈 原教的概念 只不过他一下子 从原教开始讲的话 我不晓得 大家会不会就 不过我觉得 他先帮我们铺陈 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会一直 搭配着陈英尚老师 还有 尤其来到原教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 教跟官 已经出现 所以你看 一心三观 极空极甲极中 你看 空地成就 其实 在第三堂课 我们就会讲 空地成就 断 见识或 正一切字 假地 假官成就 正 断什么 成沙或 正道种字 中地成就 断 无明或 成 一切种字 那这一切种字 指的就是 佛字 一切种字指的 这个都先听听就好 先熏一下 有这个概念就好了 那二组 其实他教三组 会师禅师 口授这个关心法门 所以 会文禅师是 会师禅师的什么样 师父 那会师禅师 在他的 诸法无真 三昧法门里面 他就批评了 他批评了什么 闪心读经的法师 乱心多文的法师 不尽三知事 不闻正知见的禅师 你仔细看一下 闪心读经的法师 这个就表示怎么样 你没有官 乱心多文也是 不尽三知事 不闻正知 这个没有教 所以怎么样 你不是 不是身不正法 便是不解 言解 为正 严正 以世禅为世国 所以他这个 这个会师禅师 就是说 这些法师们怎么样 以后 时候都会堕到地狱去 因为怎么样 教官没有完备 所以从这个地方 因为教官 没有兼备 要嘛就是 轻乎禅定 要嘛就是 轻慢教法 其实 这个是我们修行人 很容易碰到的问题 很容易碰到 所以我们说 教官要怎么样 双运 解行 要怎么样 并重 尤其是 我们解的目的 是为了后面的行 那你要有行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基础 你一定要 一定要有 要有教的这样 你要有行的 这个能力 一定要有后面 教的基础 所以这两个 是不可 不可偏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 其实 教官并重 这个思想 其实就开始 影响了 智者大师 其实这个教官 也跟当时的 朝代有关系 我们说当时候 在魏晋南北朝 在南北朝的时候 南方重视什么 教理 北方重视 常官 参观 所以 这个两边 都要做一点点的 一个平衡 那会师禅师 其实 这边点出 教官的重要性之后 其实 还有一个重点 其实这边 要交代一下 就是在佛祖统计 佛祖统计 就是智盘大师 他在 智盘大师写的 他就在讲说 这个会师禅师 早上 就做出家人的事 晚上打坐 通宵打蛋 所以他们的常观 禅定的功夫 是都非常深的 非常深的 所以怎么样 都是非常的用功的 他们在下安居的时候 下安居要结束的时候 这个会师禅师 他就很感叹 他就讲了一句话 就是过去 佛陀在世的时候 九旬 九十天 就是正道者多 就是下安居完之后 我们说要栽生 栽生 要共生 为什么要共生 以前共生是在 下安居完之后 为什么 因为那三个月 很多人都正阿罗汉 正阿罗汉 然后 这个会师禅师 他就说 我竟需受怎么样 法税 非常非常的惭愧 在家居是 长一岁是吃汤圆 对不对 我们出家人 长一岁是怎么样 结一个下 所以一结一个下 又长一岁 所以他就怎么样 他就觉得说 很惭愧 因为这一份 惭愧心起来之后 那因为你看他 晚上怎么样 打坐通交打蛋 早上是要做很多事 其实很累的 你们知道吗 结果生理 就想要靠着墙壁一下 还没靠到墙壁的时候 就悟了什么 大悟什么 法华三昧 这边稍微大家想一下 不是大家等一下去靠墙壁看看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想一下 初祖跟二祖 都是什么样 都是以什么样 我们说龙柱大师 跟慧文禅师 龙柱大师 大制度论跟中论 都是以般若系的经典为主 有没有发现到 可是来到慧世禅师 他开悟的关键点 居然是法华 所以慧世禅师 师父的硕士论文 写的就是大圣子观法门 就是慧世禅师做的 在师父的这个硕士论文里面 师父就说了 慧世禅师在当时候 被誉为邪师 很正常啊 我在读那个什么 太序大师的时候 他被誉为 提伯达多再来 这些大师们 那为什么被誉为邪师 依据师父的 大圣子观法门 他自己就讲 因为当时候都高举 波尔第一 只有慧世禅师 高举法华第一 所以那个思想 跟人家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他证了这个 法华三昧之后 其实自 从那世过后 他没有听到的经典 他听到的 不宜智节 所以怎么样 他就教他的徒弟 就是智者大师 那智者大师 大概22岁 还是24岁左右的时候 就去跟着这个 慧世禅师 那智者大师 他一碰到 这个慧世禅师的时候 慧世禅师就跟他讲 昔日林山 同听法华 夙缘所遂 今复来 那当时候智者大师 我们刚刚说 他是在南方 那当时候 慧世禅师其实 他已经不是在北方 他大概来到 中部的 别 那个字念别 是不是 别州那个地方 他 你们知道那个地方是 两国打战的一个边际 所以那个真的都是 未法 妄区 命可以不要 可是 一定要怎么样 去求的这个法 所以他当时候 到这一个 这一个 慧世禅师的地方去的时候 慧世禅师 看到他的时候 居然讲这句话 结果就开始帮他 开什么 普贤道场 其实这个普贤道场 就是所谓的 法华三昧 就是 慧世禅师开始 教智者大师 他是怎么开悟的 然后让智者大师怎么样 开始闭关 静静用功 结果 我们说 清出于蓝 胜于蓝 结果我们的 智者大师 二七日的时候 宋法华经 送到 药王菩萨 本事品的时候 进入这个定境 进入这个定境 然后进入这个定境的时候 其实怎么样 慧世禅师就把他找出来 依据他们的传记里面讲 慧世禅师跟智者大师谈的四天事业 智者大师在自己的传记里面讲 这四天事业的功力 遇百年 所以我实际上提醒 诸位菩萨们 法师菩萨们 要给自己留一点福报 福报不要用光 为什么 福报要留在两个关键点 当你在修行的时候 你需要碰到老师的 你有碰到老师的时候 老师是两波千金 你就上去了 你碰不到老师 请你不要说 放眼看去没老师 其实不是的 是你的福报 你的福报不够 你的善根不够 碰不到老师 所以真的要用功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他们就 这个慧世禅师 跟他谈了四天事业 就赞叹他 非耳福正 非我莫世 这是什么意思 你所证到的是什么 你所证到的 如果不是慧世禅师 也不能给你印证 那你有这个善根 你可以证到了 但是你所入的这个定 叫做法华三昧的前方辩 还不是真的 证到法华三昧 但是证到法华三昧的前方辩 已经是说法人中 最为第一了 这不得了了 所以后来 他们师徒两个人 后来又因为一场法会之后 慧世禅师就要他怎么样 到这个当时候的 当时候的瓦关寺 瓦关寺当时候是精灵 现在的南京 那个地方开始怎么样 去弘扬佛法 所以他们师徒就分开 师徒分开的时候 慧世禅师提醒了 智者大师一件事 他说法华之灯 在你身上已经点燃了 你不可以让它灭了 互作佛法断种人 每次读到这里 我自己都很感动 因为创办人圣源师父 也曾经跟我们弟子 讲过一句话 佛法不要在你们的身上断掉了 那什么叫做佛法 不要在我们的身上断掉 当你没有用佛法的时候 佛法在你的身上就断掉了 你会用佛法的时候 佛法在你的身上 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那后来他就开始 在这个精灵这个地方 开始弘扬佛法 那来跟他修学佛法的人很多 可是怎么样 得到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后来他就又开始隐居的天台 那他到天台的时候 其实他自己一个人是独居 这个所谓的阿兰若 他把弟子照顾好之后 他自己跑到这一个天台山的最高顶 叫做佛龙山 他在佛龙山的时候 自己修苦恨 智者大师 然后修苦恨了之后怎么样 就有降魔的过程 那这个降魔的过程 一降开了之后怎么样 他就波云见日了 然后自己那个子官的功夫 对于佛法又有更深一层的体验 所以他后来又出了这个天台山 开始讲这一个 把他的修行的体验开始讲出来 所以就开始有所谓的法华玄艺 法华文具 某后子官 这个都是在夏安居的时候讲的 所以天台中的这一个教官 就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这个基础就怎么样 就有了 就有了之后 所以他就创了第一个宗派 那我们说法华文具 是在他50岁的时候 法华玄艺 是在56岁 某后子官是57岁 这是最后 某后子官是最后的时候讲的 这个是我去年去 去中国大陆发表的时候 坐了12个小时 来尾12个小时的动车 只为了去给智者大师鼎领 智者大师的六神塔 其实还蛮感动的 所以他创了天台中的第一个 应该是说创了中国的第一个宗派 叫做天台中 那我们从这四位祖师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 我们说智者大师 慧师禅师 慧文禅师 龙树大师 龙树大师 我们从天台中的出主 那我们说他怎么样 他因为大智度论跟中论 他讲三字是在一心中的二主 他因为读了这个 这个宗论里面讲的 因缘所说法 我说即是空 一名为假名 一名中道义 这两位祖师 都是以波尔系的经典为主 来到三祖慧师禅师 专门送法华经 他其实就是专门送法华经 所以郑德法华三妹 他也教智者大师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知道 你如果要读懂教官纲中 你对法华经 没有一点概念 可能会比较辛苦 我今年在美国讲教官纲中 我这次讲是第四次讲 自己还蛮开心的 我在美国讲教官纲中的时候 讲完的时候 我们的法师马上告诉我说 国华师 再下来 你要马上过来帮我们讲法华经 因为在讲教官纲中的时候 他们就会发现到说 我里面法师你讲了太多 法华经的东西 所以这次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要我怎么样 全部都是法华经研修营 之前去是教官纲中研修营 我看他们这一次排就排法华经 这就有概念了 这两个 事实上再下来要讲什么 六祖坛经研修营 因为原教全部都是在讲六祖坛经 所以他其实整个有一个脉络在那个地方 那这个赞然大师 所谓的赞然大师 就是天台中的九祖 在他的子官毅力里面 他就讲了 他说这一家的教门 这一家当然就是天台中 他所用的义子 以法华为宗谷 这个宗谷就是指宗旨 以智论 就是大制度论为指南 指南我们说我们迷路了 要有指南针 辨别方向的依据 以大经 这个大经就是讲 般若经为服输 以大品为官法 这个大品讲的是大品般若经 大品般若经里面有官法 引诸经怎么样 这个官法讲的就是空甲中 引诸经以真性 我们等一下来看后面 以诸论以著成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教官纲中 内容很丰富的原因 你看它的架构就知道 它是引了这么多的经论在里面 官心为经 官法为尾 知诚不治 不与他同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整个天台中所依据的一个经论 它最主要的根本 就是法华经 法华经 法华经是它整个主体 所以你们 我这次是不敢回家作业 给你们放法华经 因为我怕放太多了 你们就想一想算了 我觉得还是先以教官纲中为主 那他辅助了 就是我们刚刚讲 大品般若经 彻底的空 还有 应若本叶经 建立一心三观的理论 还有就是 别教的52个 一个 菩萨行为 还有中论的空甲中结合 那依据梵谎经 它就是讲 出发心始 变成正觉 这个经句 来建立原教的怎么样 出著段无名 而成佛的理论基础 大涅槃经 我们刚刚也讲 讲五位 这是原教 是原教戒律 观及实相论的一个 一个依据 那你看 后面他讲了一句话 大制度论跟中论 是工具 而非主体 也就空这件事 是工具 而非主体 这句话大家要记住 因为 有时候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我们会 像创办人圣言师父 他就讲 修行要怎么修 以人天善法为基础 以解脱法为过程 解脱法就是在讲空 解脱法是工的 可是以菩萨道 为我们的什么 为我们的根本 所以这个不能跑错了 可是我们一定要 为什么佛陀一开始讲空 这是因为在对峙 我们众生的直取 我们众生处处着 尤其是对这个身体 那个执着的很厉害 所以他知道怎么样 先从空 所以我们讲到 藏教跟通教 就会讲 他是从无常的空下手 还是缘起性空下手 这个是因为不同的根器 不同的对象 所以他讲的是不一样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知道 然后他又引了很多经典 比方说有 唯某结经 金光明经 光无量寿佛经 梵网经 宝信论 大圣起信论为主 所以天台中 其实他对中国跟日本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们从刚刚 大概稍微一个概念 我们就知道 天台学师父说 天台学在中国 几乎代表着佛教 毅理的研究 它的组织绵力 次第分明 脉络清晰 所以被视为教下 那禅宗被称为宗门 你们会发现到宗教 其实我们佛教讲的宗教 真正的意思是这样 宗是指禅宗 不立文字 禅宗以外的 全部都是以教 叫做教下宗门 以前的宗教 是这个意思的 不是现在我们讲的 跟一般的宗教一样 不是 我们佛教 宗指的就是禅宗 禅宗不立文字 言语道断 除了禅宗之外 其他的宗派 全部都是从教下手 宗教是指这个意思 跟一般的讲的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说对日本也是 日本因为天台宗 所以又演春出了很多的宗教 比方说密教跟日联宗 所以天台学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是很大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了一下 偶艺大师 既然智者大师判得这么好 又讲得这么好 为什么过了一千年 偶艺大师还要再重述一次 还要再受一次教官纲中 为什么 这个偶艺大师 我们稍微讲一下 偶艺大师二十四岁出家 二十五岁坐禅 其实就开悟了 他其实根气非常的利的一个人 然后他 可是他有一部著作非常的重要 今天不管你是不是修禁土中的 都要读 叫做《欧密头经要解》 这《欧密头经要解》 他用九天的时间 把他写完 荫光大师被誉为 大四字菩萨再来 他说 《欧密头佛再来》 讲《欧密头经》 也不可能 讲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 所以这个 偶艺大师被誉为 净土中的九主 其实他根本 九主 他根本不想 可是他这后人 崩的 那因为他三十二岁的时候 他就制了四只灸 就问佛 他很喜欢抓灸 所谓的抓灸 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 不挂 不是挂杯 挂杯只是秋杯跟那个什么 不挂 不挂就有好几只 然后他其实 就是问佛 他到底要研究哪一个宗派 他其实几次都抓到天台宗 你看几次哦 足以证明他第一次抓天台宗的时候 他 再抓又是 再抓又是 他那 就是 就是了 所以他为什么不想成为天台宗的子孙 因为 各家都各指门庭 不能和和 这就是太序大师讲的 有宗派 没有佛教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宗派都觉得我最好 当我要觉得我最好的时候 我就去贬低别人不好 所以怎么样 有宗派没有整体的佛教 所以 太序大师也一直 从 从这个 这个什么 偶艺大师开始 他就一直希望 其实 宗教 就是不同的人怎么样 他有不同的兴趣学不一样的东西 应该是要彼此赞叹 没有谁 比较好 而是应该怎么说 比较适合我们的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都 不希望说 各指门庭 然后他不希望就成为哪一个宗派 所以他的一生都希望保持融合论的一个立场 那 偶艺大师 因为师父的博士论文是 就是写偶艺大师 那 师父他就说了 他说 其实偶艺大师他虽然重视天台教官 可是他不是天台学派的子孙 虽然 他是被天台中判为 其实就是天台中最后一个思想家 然后天台中最后一部重要的论作 就是他的什么 教官刚中 师父就说 他是以梵王经为其中心思想的戒律主义者 在修正方面是以嫩言经为其工具的净土行者 天台教官是他研究的工具 也是他判设世家一代使教的依据 那 为什么偶艺大师他要重述 首先第一个 因为天台教官 教官他都不偏颇 如果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禅宗重行 我们等一下后面师父也会讲 有一些宗派他是重行的 就是一直念佛或是一直打坐 比方说三论宗什么宗 他就是宗教 可是能够教官这么样的平衡 其实应该是算说 这件事情是让偶艺大师非常非常的佩服 所以偶艺大师他为了让初学者 对其实整个天台教官 就是整体的佛法 能够有提纲切零一目了然的认识 所以他要重述 毕竟从智者大师一直到偶艺大师 已经相差了一千年 那第二件事是什么 因为偶艺大师对当时候 高丽就是韩国有一个法师叫帝观 他所录的室教仪里面 他讲的东西他非常不满 所以在临风中论里面 他就讲了 他说室教仪出台中会 这个室教仪出现了之后 这个台中怎么样就会暗了 所以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高丽这个沙门 地观法师录的室教仪有一个五十颂 这个也是陈英善老师 之前在上课一直讲 阿涵十二方等八 二十二年谈般若 法华涅槃共八年 华言最初三七日 其实说真的 我以前还没学的时候 我听到的也是这句记者 真的 原来佛陀讲阿涵经讲了八十二年 十二年之后讲方等 其实说真的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错误 佛陀说法绝对不可能 佛陀是为了利益众生的 难道说他讲了八年的 他讲了十二年的阿涵之后 有众生还要再来听阿涵经 佛陀就不讲了吗 这不可能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佛陀一开始讲什么 苦极灭道 一直到最后涅槃 那个什么 佛仪教经的时候 他还在问 对四圣地 有所疑问的人 赶快问 因为佛陀要涅槃 佛陀到涅槃之前 还在讲什么 四圣地 你有没有发现到 所以没有说什么 但是佛陀说法 还是有一个顺序 还是有一个顺序 这个五十还是一个顺序 所以你知道吗 因为欧义大师 对这样的别五十的 一个叛教 非常的反感 所以在这个教官纲 教官纲中里面 五十八教的下一个单元 他就写了一个通别五十论 他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为了要去破这件事 也让大家知道说 佛陀说法 没有说什么时间 一定讲什么 过了这个时间 就不讲了吗 不可能的 那我们说 这个教官纲中 在大阵仗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大阵仗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在第四十六册 诸中部第四十六册 第1939经 那教官纲中 底下有一行字 这一行字叫做 原名一代石教全石纲要图 也就是说 其实教官纲中 本来是一幅一幅的图 可能是偶艺大师做的图表 像我们在读资料 我们也很喜欢做图表 再下来 你们就会看到很多图表 但是他说 长幅难看 所以各天 世教各时圣观 改作书册提名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改册书册 本来是一个图的 改册书册 然后呢 他这边写北天幕 北天幕其实就是林峰 那个什么 为什么叫林峰中论 有一个林峰山 应该是有一个林峰山 在那个地方 北天幕山 又称为林峰的样子 洛款林峰或北天幕山 这个时候都是怎么样 就是大概在1631年到1655年 偶艺大师33岁到57岁这之间 你看底下有一个重述 有没有看到 所以就可以知道 教官刚中 其实绝对不是只有第一次 他应该是 讲了好几次之后 把他给弄得一个 比较完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论题 那这个论题叫 教官刚中 教指的就是什么 教指的就是 佛陀的严教 58教的全部圣教 观就是什么 依教起观 佛陀讲的教法里面 一定背后有我们修行的方法 那这个修行的方法 绝对不出于你的心 懒教造心 如律而行 那什么叫做刚中 我们刚刚有讲 反正能够依教 观心的便是刚中 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讲 那个中是什么 宗教 所以那个中跟禅中 一定有关系 所以我们说 其实怎么样 当然它有很多的依据 比方说 最主要师父写的是 依据永明元寿大师的 宗敬录 佛与心为中 无门为法门 或者是 嫩且经的大圣诸度门 诸佛心第一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师父就这么说 师父就说 其实教官刚中 明处是介绍天台学 但是果子里 全部是含有 禅中的思想 禅中的一个思想 那教官当中 这一本书 其实我们说过 偶艺大师 因为对天台教官 其实怎么样 是非常的佩服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 这一本书里面 未来我们要读 其实它理论跟方法 怎么样 它是非常非常完整 重点性地帮我们介绍 那我们来看这一本书 教不离关 关闭和教 这就充分地表现了 天台的独家之说 而且读教官刚中 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觉得让我大开眼界的是 它整合了 短短的六千多个字 它把佛陀一带 使教大小圣所讲的 经教 全部在这个地方 完整地呈现 所以它其实不是难 它是有一点点的 杂多 应该是这么多 它不是难 它就是把佛陀一带的使教 从阿罕 方登 所有的经典 它全部把它摊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把它整个整合了 大小诸圣的各家的一个 一个资言 所以透过本师 师傅就说 你可以认识天台学的大纲 透过天台学 你可以领会 全部佛法的组织体系 跟实践步骤 那这一本教官刚中 它的特色 我觉得 现在跟你们讲 你们可能因为还没读 那我们 我只想跟大家讲说 其实 偶艺大师 他只是想要 借由这一个教官刚中 来让读者 认识整体的一个佛法 的一个刚果 这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 所以它不是局限于 哪一家之说的 不是说在讲天台 那应该是这么讲 师傅就说 其实因为偶艺大师 他其实不偏执 五十的定说 而且他把 顿见不定的三观 他最重要是把 画法试教都各立了六级 现在大家听这个 可能听不太懂 事实上六级 如果你有听过 陈英善老师的课 就会很清楚知道 六级只有原教才有 可是偶艺大师太厉害了 他把帐通别原试教 都搭配到六级 甚至他把 四圣地 十二因缘 还有什么 六度 全部都搭配到 所谓的帐通别原 你看哦 四地 十二因缘 六度 二地 三地 你看前面这个都属于 如果以我们的概念来讲 这个都属于什么 原始佛教 可是你看哦 他把它配上帐通 别原 别原就是属于大圣 所以从这里 我们也可以知道 法无定法 尽从我们的心 尽随 尽随我们的心来转 我们再后来讲 后面我们就可以知道 比方说 嫩严经 嫩严经是大 佛 那个什么 佛肉计放光 这是一幅很重要的 大圣经典 可是 摩登前女在现场 证得阿罗汉国 听大圣法 正小国 有啊 如果你们有稍微 读一下那个眼睛 听大圣法 然后读 正小圣国 那我们讲说 阿罗汉经 阿罗汉经 大家听阿罗汉经怎么样 正阿罗汉 可是天人 全部发菩提心 所以 法 无定法 就是看我们心 怎么想 所以我们说 叫 帐通别缘 世教 有没有一定局限 帐通别缘 没有 我们后面会 开始告诉大家 慢慢慢慢会讲 那再下来 虽然只剩五分钟 拜托 还是让我把它讲完 再下来 我想要讲师父 那为什么 欧义大师也 教官刚中 写得这么好 在09年 不止09年 应该是说 02年01年02年的时候 为什么师父 还要重新写一个 天台行要 像我们这辈 就很清楚知道 创办人 圣言师父 时常告诉我们 其实师父 最大的一个悲愿 就是他要 弘扬汉传佛教 因为 师父那个年代 大家都觉得 汉传佛教 没落 大家都觉得 汉传佛教 没救了 所以要把学南传 要嘛学什么 藏传 要嘛学南传 南传就是 印度佛教 要嘛学藏传 汉传 大家就觉得 汉传根本就是 其实汉传是不是 真的是没有救了 不是啊 汉传呢 汉传如果没有救了 这些祖师们 为什么都要来到 我们汉地里面 这一千年来 我们的祖师 被处 是我们后面的人 没有怎么样 没有努力地去 接上去 那创办人 圣言师父 就实际上告诉我们 法谷山是一个 弘扬汉传佛教的道场 那什么叫做汉传佛教 师父很清楚地讲 禅门便是 但是他后面 马上补上了一句话 因为如果讲禅的话 很多人两个腿子 盘起来打坐 这叫做禅 其实不是 因为禅宗他讲 不立文字 言语道断 其实这就是陈英尚老师 上一堂课讲 大会中高讲 这个入地狱如射剑情 有没有 入地狱如射剑 平常的人入地狱 还慢慢地走 可是你 这个观念不正确 自见不正确 以为 这个就是 不用经教 入地狱如射剑情 所以你看 聪班人圣言师父 马上补上一句话 天台净土 为世 华言 借力 为其辅佐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学教官刚中 很多人都说 法师 你们是禅宗的道场 为什么学这个 这个不是哪一个宗派 这是整体的佛法 所以一定要知道 那聪班人圣言师父 他就说 他为什么用这本书 他要取天台心药 因为的确 天台学 确实是我们 汉传佛教的宝藏 只不过是被遗忘 只不过是被遗忘 你们知道吗 我们读这本书 都已经读得很辛苦 更何况是 创办人圣言师父 当时候在病中里面 写这本书 所以为什么 后面的地址 要接起来的原因 就是如果我们去看 师父 那个秩序 他在写他 讲他写这本书的状况 你又知道说 师父那时候身体的状况 那其实读起来 是会非常的心疼 那根本就是用他的命 怎么样 为了汉传佛教的 怎么样 复兴 用他的命怎么样 去写的 去写的 所以 师父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身为汉生 以有护持汉传佛教的 保障的责任 其实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一脉相成 一脉相成 你们不要说 法师啊 对 一脉相成 成到你 对不起 是成到我们 一脉相成 那创办人圣言师父 他也一直在强调 他说汉传佛教 世界佛教 他把这个天台信要写完 教官刚中的灌注写完 他其实是期许 带动四栋弟子 弘奖跟研读的 这本书的风气 以弘扬汉传佛教 回归佛陀本怀 推动全人类 共同需要的一个佛教 所以师父其实在写完这本书 他其实花了两年的时间 其实有给弟子上课 说真的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 我们真的都太小了 02年 02年 03年 距离现在十几年前 那时候都刚出家没多久 说真的 听不懂 听不懂 但是没关系 那个种子怎么样 先种下去 先熏进去 对 发芽 会发芽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 那师父他就讲了 他说 其实教官刚中 对师父有相当大的影响 尤其是 他的组织架构 跟思想体系 还有他一开头的 开宗名义就说 佛主之要 教官而已宜 官非教不正 教非官不传 所谓的教官 就是义理的指导 跟禅官的修正 就是从禅出教 借教物中的一体两面 相互支撑 所以师父就说 如果我们不学教官刚中 会变成两种 跛脚形态的佛教徒 一个就是怎么样 就是专修残官 而不重视教义 这会变成 暗政禅师 动不动就 我开悟了 动不动就 我正极果了 动不动就 我成佛了 以凡烂胜 有一点小小的反应 就以为自己是大策大悟 另外一个就是 专门只读异理 而忽略了残官的实修 这就变成也乎禅 师父就这么说了 那师父就说 现在的人 师父就是 他写这一本书 最主要 他是觉得说 作为实践跟实用的 就是天台学 作为实践跟实用的书籍而言 其实是非常非常地少的 非常非常地寂寞 所以他其实就是 要发愿写一册 让自己看得懂 也让广大的读者们 分享天台学的智慧的书 这就是他 师父的一个愿望 那这本 教官纲中怎么读 师父自己有说 他说 这本书 可作为读者们 自学之用 也可以作为教学教授之用 但是需要付出一点耐心 有没有 我刚刚前面有讲 师父说 先看目次 师父其实编得很好 那在开始 次月我已经分段的 标点的原著的 教官纲中 再看师父的语意跟注释 师父的书里面 这个编排得很好 有附图 一定要回去看附图 这样子就可以一目了然 然后呢 看完一遍 还要连续看两遍 你这样子才有办法 把教官 纲中这个怎么样 内涵 做一个 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认识 那师父说 他的注释 甚至这个注释 是还要再衍生出来 找其他的书 往往就是一篇论文 短论 可以找回去 大家就比神的 不用再去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一个实力气 最后我在想说 师父说 续空有尽 我愿无穷 他今生做不完的事 他在未来身中 会继续推动 他个人 没办法完成的事 就劝请大家 一起来推动 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 回家是有作业的 好 等我一下 你们先不要落跑 网路上的人 也请不要落跑 我现在要讲功课 有没有看到 有看到 今天二号嘛 对不对 二号太晚了 所以不用做功课 从明天开始 每天 而且我很人性化 我有周日休息 有没有看到 我很人性化 就每天 其实要功读原文 那这个原文 我帮你们分三段 第一个就是到 画法式教之前 这是第一段 大概都十几分钟 那第二段 就是画法式教的 藏教跟通教 第三段是 画法式教的 别教跟原教 这就每天 就这样去读 然后呢 照着我所讲的 修正版 就从明天开始 这都一两页而已 而且很好读 你就照着 我这样去 这张请你把它印出来 然后把它打勾 下次来上课 请教回来 OK 这个大概是这样 我想 我想应该是还好啦 我觉得我们 因为我们下一次这边 残期 所以我们没有上课 那请你们把它印出来之后 那个 自己回去做功课 那我们的这个功读原文 怎么功读 你请你一开始读的时候 不要书拿来就读了 你怎么样 先让自己坐个一两分钟 或三四分钟 静坐一下 先静下来 喝个仗 拿某本师 释迦牟尼佛 三称 三称完之后 开一个 讲一个开经记 然后念一下 论题 教官刚中 明偶义秩序 佛主之要 教官而以仪 就这样一个字 一个字一直念下去 这样可以吗 那回去的时候 就是这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 就是我们每天怎么样 复习一个单元 那上面都有的 你们就是照着这个去走 那下次我们要讲 五十八教 五十八教就是 这一个单元 下次要讲到 话仪式教 所以内容也蛮多 五十八教 通别五十论 跟话仪式教 你们呢 不用预习 但是要复习 预习不用 因为我怕你们 预习了之后 就不敢来上课 对对对 你们只要复习就好了 因为我已经把它变成是 用我的话来讲 你们应该比较听得懂 可是用预习 就会比较辛苦 那我刚刚忘了讲一件事 我们说三位祖师 三位祖师 这个地方 三位祖师 我们说 智者大师既然判了五十八教 偶艺大师 为什么要再重述一次教官当中 就过了一千年 然后又过了将近五百年的时候 圣炎师父 为什么还要重做一个天台新药 其实他们只做一件事 正法九祖 蓄佛会命 正法九祖 蓄佛会命 这一件事 不是只有出家人的事 是我们大家而起来 让这个蓄佛 他都在做这一件事 你看 那个智者大师 那个年代 他也为了蓄佛会命 正法九祖 否则大家乱修乱修一通 来到偶艺大师 也是这个样子 甚至来到圣炎师父 为什么要拼了命 其实再把它留下来 我非是希望 正法能救助 这个蓄佛会命 是我们一起的责任 好 我想 不好意思 耽误了你们八分钟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阿弥陀佛